i do my hair toss check my necks baby how you feelin' head toss check my necks baby how you feelin' whoo child tired of the bush gone does she show us all keep it movin' yes lord tryna get some new shit in there swimwear going to the bush hello大家好我是Qi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近期的一些皮毛大衣 或者说皮草的一些大地零感 因为这一期成片的效果实在是 太满意了色彩跟质感都非常 好都是原片出的所以 我就减少我的大头了 第一个皮草搭配的零感公式呢 就是宽松的中短款 太阳毛外套搭配百慕 大短裤和长靴 这里我选择的靴子呢也是 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宽松型 一些慵懒的设计 如此一来我腿露出来的部分 就只有膝盖那一段 而膝盖又是大多数人除了脚踝 以外腿最细的部位就会 是从视觉上让别人觉得 我整条腿就只有膝盖那里那么粗 皮质也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元素 反正我是很爱 关于内搭呢选择一些宽松一点的 别问问就是显瘦 下一个皮草搭配零感公式呢 就是同一件皮草搭配宽松的西装裤 再搭配木勒鞋 这一生呢因为帽子 裤子跟鞋子都是比较亮的颜色 所以我在内搭上用了一个 比外套更深一点点的颜色 这样内搭就会有一种收缩感 还是那句话显瘦 这种风格呢就很像那种 90年代的女明星刚从片场里面走出来的感觉 满满的复古美式风格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我穿到太造作 T恤你有吧 牛仔裤你也得有吧 那这不就又简单又酷girl了吗 欧美博主的街拍风格你也可以拥有 接下来呢又到了皮草绕不开的话题了 如果你不是贵妇 请不要把它穿成贵妇风OK 但是皮草配连衣裙是真的好看 所以我为了绕开这个坑 搭配了一双马丁靴 关于选怎样的连衣裙呢 那我建议你有什么露什么 没什么就别露了 如果你要参加晚宴啊 搭party啊什么的那你蹬个高跟鞋 搭一点首饰 你也可以贵妇一番随你 搭配连衣裙呢 其实有腿的话可以穿短一点的裙子 也不是非得连衣裙 长款的皮草搭配高领的毛衣 跟牛仔裤也很好看 这里奉献一个小灵感 驼色跟米色真的跟深蓝的牛仔裤很大 那因为我想显得更高呢 所以我搭了一个渔夫帽 这一身我很喜欢 因为里面还可以穿个秋裤 年纪来了这点很重要 就是风度温度都有的一身搭配 而且呢这一身头身呼应的非常好 避免穿皮草头重脚轻 或者头心脚重的一些尴尬情况 总之就是和谐不挑人 最后稍微说一说羊羔毛外套吧 这个外套我也买了很久了 但其实搭配呢跟刚刚说到中短款的外套是一个原理 所以我也不多说了 奉献一个灵感吧 羊羔毛加工装酷加马丁靴 很酷很高冷拍照很出片 多的我也不说了 反正我也没拍出来啊 自己摸索去吧 好了太阳也会下山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被制度 再见的朋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